骑哈雷带什么表 估计能有138种答案 很多品牌都有汽车摩托车联名款万表 其实哈雷也有官方指定的万表 但不过是把logo放在万表上那种通行的联名套路 其哈雷重机应该带什么表 答案一般是颜值主导的 缺乏精神上的关联 哈雷这种重机单靠颜值来关联 有时候显得肤浅 百年龄Navy Timer B01 43毫米 摩帆托SE 适合哈雷重机的万表很多 今天只是举例说明 有次咱们在Franx聚会 有好多粉丝也来了 然后有一粉丝一听说我是玩表的 就问我 就是什么品牌 他说我心目中什么品牌最好 我心说这怎么回答 然后有人喊了一嗓子 Brightling 百年龄 肯定是Arny 没错 对 百年龄都比较偏硬 所以好像好多美国人都挺喜欢的 而且Arny好像还有丹麦和维京的血统 所以他这个人就是一个硬汉 我记着有一次他从欧洲出差回来 放下行囊直接骑着摩托车跑去了 直接都是下了飞机骑摩托车走 骑着摩托车导致他吧 Navy Timer 1952年问世 最早是为飞行员设计的专业万表 后来成了美国飞机机主和飞行员协会的官方目标 Navy Timer的标志性严肃是这个可以当飞行滑翅的眼圈 这功能不错啊 关键时候能救命 同样是1952年 哈雷把二战时期的W系车型改进成K系 主要是改成了老哈雷迷们比较喜爱的Flathead发动机 和哈雷首次使用的液压后避震 运动性能大大提升 这款车后来发展成大家熟悉的Sportster车系 百年龄Navy Timer 哈雷Sportster都有70年的历史了 摩芬图是瑞士品牌 整体是设计表格 中突表耳 打磨的细节 而这极简的设计又反映了一种超然的思考 时间到底是什么 这种超然 其实很像一直使用V型双缸发动机的哈雷 重机就分那么几类 哈雷 ADV 帕塞 和其他重机 我觉得从数据上来讲 比哈雷跑得快的 比他轻的 车太多了 但是只有哈雷 能让你两条腿 从容的放在发动机两侧 速度跟风度兼得 这话要是从万表流行力嘴里说出来 得打击一大片 不过还真是 就像哈瓦那之鱼雪茄 香槟之鱼起泡不得久 魔帆陀博物馆系列 George Nathan设计 George Nathan说 时间只是一种相对的关系 如果说绝大多数钟表都在试图尽可能精确的反映被平均分割的时间 那魔帆陀的博物馆表则反映了对时间的思考 唯独就是不一样 你也说 不确定的就是这个宇宙的确定 魔帆陀博物馆系列出代目 一开始反映了设计师对时间的思考 因为这个出色的设计被博物馆收藏 魔帆陀借坡下驴 干脆就管这款表叫博物馆 而且还成了一个系列 1981年 魔帆陀的这个博物馆系列有了运动款 名字很霸气 Imperial 金刚组合 四年后的今天 魔帆陀出了最新的运动款 叫SE SE SE不是胡晓英吗 胡晓英是哈雷运动改装套件的意思 其实魔帆陀的SE应该是Sport Edition 嗯 跟哈雷的胡晓英倒也差不多 豪华运动表 就是让正装表更运动 让运动表更优雅 目的是拓宽腕表的使用场景 表格和链带标志性的这些圆点有聚光作用 哎 这设计挺聪明哎 这表不错 挺高级的 骑车能带 谈正事也能带 不赖 但又不用担心 钻石被磕掉或者浸灰 是一种很超然的设计 人们向往自由 却钻进了自由的枷锁 人们向往速度 却背上了速度的枷锁 为了获得那么一点点速度 人被固定在车上 好像是车在骑人 而不是人在骑车 人们代表是为了显得优越 但常常又被品牌绑架 甚至是花自己的钱买别人喜欢的表 这帮人可不在乎表跟哈雷哪里像不像 也不在乎你怎么看 他们在乎的是表的价值 而且戴起来不心疼 一块好表 考的是你的眼力 而不是金钱 眼力带来自由 百年龄Navy Timer Mophantor SE 都可以反映哈雷重击的精神内涵 长达几十年的系列传统 还有超然的设计 独立思考和自由与力量的表达等等 行了 我觉得还是跟兄弟一起骑车更开心 另外刘哥 我觉得还是百年龄另外一款表 更适合哈雷一点 哪一款 机械计时 他说的是AJ戴的那款 Chronoman 机械计时 但当年的机械计时 你没有北欧海盗的生存 还真能驾驭 除非是今年新款的机械计时 提哈雷戴神表 是一个开放的话题 说了这么多 也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一 百年龄还适合什么车型 二 佩纳海最适合什么车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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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